孙浩 男 34 岁 北京人 石家庄 铁道大学硕士 机械工程专业 照话稀释被终究 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 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 大眼飞过菊花茶馒头 大家好 我是孙浩 我是英语老师当中 机械专业学得比较好的 在机械专业同学当中 我的英语学的是最好的 今天想在这个平台 找到一份培训师 或与培训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从你这个角度看 你这前胸后背好厚啊 您见像了 健身啊 平时 有健身 你搞这么壮干什么 这个女朋友也说这个事 但是已经控制不住了 她希望我瘦一点 她喜欢你那种 穿衣显瘦脱衣有肉是吧 对 说白了 其实您那个身材 不不不不 是吴彦祖那身材 图老师他确定 你确定是85年的吗 我怎么看起来像58年的呀 人家看着比你好一点 没有 这我是角度 我怎么 而且唱这首歌 真的是85的 老师我对您印象现在很深了 你来 你过来 这位选手一下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他85年的 真的 我在想想我 我就想我是不是写错了 我真的感觉到他 太成熟了 不管前后左右 都把你来 别动啊 来 想坐转 我也转吗 哈哈 好 想右转 想不想享受一下公主的感觉 来 公主吧 走吧 走 怎么样 甜蜜吗 这个 阿尔特 你这样特有魅力 不是 我最近呢 被图老师毁了 你还需要我毁啊 真的 上一次的话 我们观众节 他非要叫我跪着 给这个东东啊 喂西瓜 我跟你讲 我本来想 他当你不觉得很荣幸吗 对 我本来想也是很荣幸 我媳妇看了也没说什么 我女儿现在不干了 哇 所以我女儿现在正在 穿梭着我 我媳妇上你的爱情保卫战 她也有资格上我的爱情保卫战 有没有感觉男人长成这样 好 很好 我觉得我也很帅啊 不是 你是过于瘦弱 所以让你上来享受一下公主抱 是将来回去 有能力让你的妻子享受公主抱 你是肯定抱不起你老婆的 是的 我结婚都是她走上去的 对 对 对 好 好好回去锻炼 好好好 好 祝你好运 谢谢 你发现没有 其实啊 这种身材对于她来说 有个最大的优势 我们会发现一些体格 非常强大的一些人 一旦说话温柔 会给你一种很好的反差感 稳定感 一种特别好的感觉 对 觉得这人 很大白 谢谢 你英语很好是吧 是 相对来说 相对于谁来说 相对于 贾军 用英语夸较她的身材 什么样的角色 你会有的 Slyker 你意思是Shrek 对 对 I don't know what that 对 sorry about that Shrek is a cartoon figure that which is animated in Disney cartoons he looks like an ugly why you say ugly you ugly 好像没那么好 你是英语教师吧 对 教从14岁到35都有 图老师我看到他这简历上就是他已经说英语的 他在新东方 而且是到18年都在新东方 对 然后雅思教师他拿8000的月薪 我觉得新东方应该拿很高的这个教师薪酬啊 在新东方做老师的话 确实不止8000元的收入 但是因为一直在实习阶段就是还没有转到大班老师 又没有转到一对一正式老师这个之间一直在切换 让我来了解一下别奇啊 你以前是工程师在哪工作 在北京地铁 主要负责的是钢轨 就是保证列车在钢轨上运行 不会听到那种呲呲啦啦的声音 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工作内容 这工作有危险 挺危险的 比如说铸轨机在铸钢轨的时候 因为钢轨有的时候如果它损坏程度过大的话 我们需要进行更换 就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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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这么粗那种那种钢的 你把它直接给切了是吗 对 它是拿那种切轨机要切大概十分 十分钟不到 那比如说要是李昊阳这样的去切 他要切就这样 你敢拉倒吧 李昊阳会死在那 不 关系你说观众都高兴地鼓掌了 大家很爱你啊 来来 继续说 铸轨轨之后然后把新的轨条换上去 这个也很危险 因为钢轨每米要是60公斤 非常沉 要十几个人一起 那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有人偷懒谁不使劲 那这个位置的力就不均匀 得通力合作 对 你也是为了要很多体力活才锻炼成这样呢 有这方面的原因 而且呢也是常年熬夜 这个对身体也不太好 后来怎么想着去了教英语 一直是一个小梦想吧 虽然不是那么的突出优异 去吃了是没想到成功的通过 这个也是我在简历里边写第二件印象非常深的事情 我教雅思阅读 我教雅思阅读身边的同事 因为留学回来的人 总是给人感觉好像有一种比较fashion 比如像霍东东霍总这种形象 这种状态 然后我的形象其实一直是比较贴地飞行那个感觉 所以去面试呢也很有压力 面试官当时最后问我一个问题是 你为什么觉得你能当一名英语老师 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真的差点就眼泪就差点出来了 想起这么多年学英语的经历 我说老师 那我作为一个非英语专业的学生 那咱们面对的学生也都是非英语专业的 所以我可能相比较那些英语专业的老师 更加能够体会到这些想学英语 但又不是英语专业同学的心里边的难处 我想象到一幅场景 就您哪哪都是挺矛盾的 您说 您看一个特别壮硕的男子 每天做着非常沉闷的工作 在地下 而且是重体力活 但重体力活的同时 他又是一名工程师 又需要精细的判断 晚上啃着面包还学着英语 然后又有一口雌性的嗓音 他就哪哪哪都是那种反差的 那种很好的感觉 我觉得你打动面试官的 不是说你的嗓音 也不是那句话 是你整体给人呈现出来的那种感觉 是粗中有戏 在平稳当中又有着一颗向上的姿态 陀佑老师 你以往 一些选手的时候 你会给留个台阶 比如说薪资的部分 你最低多少 你今天我看得出来 其实你是看好他的 甚至你是觉得 他是有意识的性价比 制造超值感 你不妨是不是要问他一下 如果理想上 你希望多少薪水 我预料一会儿可能会抢你 你要多少钱 你直接说理想上限 一万五 我跟你讲 一会儿肯定会叫一万五 因为第一 能够五大三出单 并且把文字 因为我是学了过笔记学的 能够把文字写得这么工整跟严谨的 必然有向内行走跟严谨的能力 第二 你说贴地飞行 踏实 务实 精准 成效 第二 这些是很多企业愿意有 这样的分量和压仓石的 第三 你是能够把英文 把这个财情再往后去发挥的 又有差势的工作能力的话 你肯定后面会很好 杨石头 我跟你的看法相反 你怎么又活了你 爬出来了 算算 就算英魂不散 对对对 我觉得他其实挺好的 但是各样都懂一点 但各样也都不精 你看他刚才回复的那个 史维克恩的几个话 也是磕磕巴巴的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合格的 优秀的雅思老师 你突然看这么高 我觉得你其实很少有走眼的时候 因为你是以预测见长的 别骂人 不不不 我们一起做一个预测 我预测不超过一万二 如果是超过了 我请所有的企业家咖啡 吃龙虾 如果是我预测对了 你来请所有的咖啡 可以吗 行 行 我估计到最后 他为了不醒咖啡 要自己出一万 我们看 那其实在我们第一轮 快选择的时候 我觉得石头哥是为他 挖了一个坑 因为我们瞬间就会把 这个人的评判标准去提升 这是我们下一世 也会做的一个东西 同事的岗位是 培训师与教育相关 对 是语音与相关吗 都可以 企业的内训外训 你做过内训吗 没有 只是对这个内训外训 有这么个概念 我有个问题 孙豪 刚刚吹老师也说 你是个特别矛盾的人 你已经是机械工程的硕士了 硕士之后 在地铁公司做了六年 然后转型到新东方 教英语 一年的时间是实习生的薪资 所以现在其实是 以一个像本科生 当时找工作的这个基础 在今天菲尼莫术舞台 寻工作 所以现在这个矛盾体 就到今天了 今天不管你是一万二也好 一万五也好 我觉得你对你自己定位 应该特别清晰 今天是来找一个偏向外的 外向型的工作 偏培训的 还是偏英语的 确实您说的对 您刚才提到的 外训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个人最擅长的 就是同理心 进行培训的时候 如果产生了矛盾 产生了问题 那我化解这种矛盾 化解这种问题的时候 是比较拿手了 其实我觉得 是说他整体的这个形象也好 或者是说他整个的这种范儿 我觉得做培训师 是没问题的 什么叫他适合做培训师 在一个企业培训师 不是万金油 是非常难的一个工作 要不然你做企业文化培训 对不对 这个你必须得有经验的 调动所有的人 了解企业的深层的 哲学和战略 要不然你做专业的培训 你要不懂销售 要不懂其他的专业领域 而你一无专业知识 其实我特别不同意 另一种对我的反驳 因为在企业内部 他的培训里面的话 其实他这风非常明确 那他在机构里面 他有了很多年的 培训的经验 所以他的讲课 其实没有问题 更关键的是 我们给他一些 什么样的内容 他怎么去理解的问题 以他的这种性格 以他这种思维能力和逻辑 我觉得他如果将来 想成为培训师 我觉得绝对没有问题 对 假以时日 但现在立马上手 是可能不太行 好 来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六盏灯 天生 我也 来 来 我们进入职场 行商课堂 你见过最极致的 花式晒加班 是什么样的 我看到最极致的就是 用一个剧情上反转的视频 比如说 加班到两点多了 这个女孩非常非常累 男朋友这个时候 打了一个电话 说你在干什么 说女孩说 我在吃火锅看着电影 那这会儿男孩就出现了 出现了说 你这叫吃火锅看电影吗 其实是在秀 他加班加到两点多 非常累 我原来有一个员工 他有一次就在群里面问 他说我不会关我们公司的空调 他不知道我是 就是见他关过 我最感动的加班 那一次我们是做出口的嘛 最早 就发货 当时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赶到了半夜装集装箱 我们小裤馆一个女孩 拍了一张 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 是我们裤房的灯光 她说 看到海皇的灯光 就有加的感觉 只要现在 每每回起这一幕来 我都想落内 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和丰沛 我特别讨厌这种花式赛加班的 因为我觉得真正努力的员工 他做的事情加了班 他不一定要告诉你的 他可以成绩来体现 所以如果说一个员工老是 通过加班的方式来表示我的努力 我特别反感这种行为 不不 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人家 晒加班的权力吧 如果说我加班了 我愿意晒一下 这事没错吧 为什么要讨厌他呢 有的时候晒加班不是要讨谁的好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种骄傲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确不容易 自己感动一下自己 这种晒没有恶意 给自己打气 对 孙厚 你写文字的能力怎么样 看往什么方向走 如果要是那种美文 能稍微地写一写 行 来 第二轮选择去后轮 来 还有一盏灯直接进入谈前不善感情 哇 石头哥都看你了 石头哥好开心 看你要不要再开飞 我觉得你们诚心的 这个坑是你自己挖的 我跟你讲 一会肯定会让一万五 我预测不超过一万二 超过了 我请搜的企业家咖啡 行 我觉得你们诚心的 石头哥底线一万五吗 这样 我们内容公关组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岗位 需要就是 英文很好 同时能够撰写文章 好 那薪资的部分 我现在 我牛吹出来了 我就给一万五 对吧 好 那我也期望能够担当起那个职责跟铲出 好不好 好 谢谢您 杨总 谢谢 来 松号 松号 正前方 对 首先呢 我请大家喝咖啡 包括你 其次呢 你要请我喝咖啡 杨总 如果这个岗位去您那儿的话 是有部门的主管 还是就是单单 有没有人带你 对 有没有人带 有 有带 他给我支个招 对吧 如果对于一个忠诚的战士来讲 他让我亲自带 如果你愿意 我也可以 好 那太好了 好 那太好了 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致力方 或者是谢谢再见 致力方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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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来这个平台也是主席的免区 杨总做这个决定给一万五的薪资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挑战 首先是不辜负自己这份勇敢的这种心吧 第二是不能辜负这个信任 很多的企业家也对这个杨总的决定做了一个质疑 我希望三个月的实习期 能够让所有的boss都认为杨总这个决定是值